各位网友早晨,欢迎又到我们《芒向早晨》的时间 录的时间是2020年6月20日 首先这里有青瓜哥,纽西娜以德台阳 大家好,各位早晨 绵羊哥,大马sir,马来根 各位网友好 还有这个金鱼哥 不是叔叔啦,不是叔叔 你好,大家好,才智真的好 还有我家餐生的,大家好 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 一定要点赞和分享,还没那么订阅的 应该是这个战宗那时候被半仇 但是由于好办,欢迎 不是,是因为他有老牛,所以获判,欢迎 后来治好,但是心情非常不好的 借走销售 借走销售,连限聚令都不理 借走销售,现在官司前身 所以一碰到被人挑衅就情绪失控的陈淑庄 又情绪失控了 那对上一次情绪失控 大家都记得在这个内会的一个 凌厉淒厉的尖叫 我相信都仍然力在目的 哇,我现在想起都害怕 好了,他昨天又情绪失控什么事呢? 话说就有一位记者,就一条片几分钟而已 话说有一位记者就走去见到陈淑庄 就在立法区大楼那里,就问他一个问题 喂,你会不会申请一万元啊?这样说 陈淑庄就申请了告诉你 那到底你会不会呢? 那陈淑庄就说,都说了,会告诉你 不过街坊想知道,什么街坊啊? 为什么要跟街坊交代啊? 那个记者都很困难啊 就是争了争了,不是用 就是由于戴着口罩呢 可能那些声音就沉了 所以那些锐气尖叫的那种凌厉的鬼声 发不到出来 好在 说几句而已,不用那么兇 如果不是大家想象一下 那把口呢,在那里 那个口很大很大 是很可怕的 不是,最可怕的就是他跳青筋 他就觉得 是啊,青筋暴显木路空缸 哇,那个记者就 仍然很有脸 就是说,喂,你是议员的 所以就代他们来问你 你是否要有权回答呢? 那陈淑庄就不理他 原本是不理他 他走了进去电梯那里 那里 然后就看到这个记者 就看到杨岳桥在电梯走出来 走去又问了杨岳桥 那杨岳桥就穿穿公 然后斜了他两句又走开 然后他就看到谭文浩 记者又去追问谭文浩桥的问题 会不会拿他一万元呢? 那谁知道那时候陈淑庄就出手了 他在电梯走出来 他就变成了 原本就走了 是啊 特意出来撞人 不要说特意对不起 是看片 是合理表证成立 真是合理的怀疑 学一下他的律师说话才行 就是合理怀疑的三个字 发老皮 是啊,开始情绪失控 我没有了 他会说我没有了 整条根都爆出了 我没有了 真的很恐怖 然后他就开始 剪片剪了 开始问一个问题 你叫什么名字? 你叫什么名字? 不停地问 那个女记者呢 就回答 你会不会申请? 你会不会申请? 就好似大家看叶敏 红金堡大战 在那张园台大战 啊 欣 gon 到那 rotational代 manip。 两个连环签 嘲力 嘲力 那后来陈淑庄说 一句 我就数过到整段影片 其实他叫什么名字 中间有 rien问了搞 zien 但是根据陈淑莊说原来不止那么少的 我要问了你二十几次了 然后就夹了 然后就拔人那个牌 拔那位女记者的记者证 看完之后还要不停的问人家是什么名字 结果就扯到那个女记者的颈 你扯到我的颈 大家想像一下一个好像以为自己高高在上的人 那些阿姐打烂了你之后 那些这样的衰样 哎呀,很对不起 哎呀,很对不起咯 哇,哇 就是好像那样 欺负人 这条片也差不多 然后就 而当他们说的时候 后面很多人都是拿着手机来拍的 你拍我,我拍你 那总之不停的 然后继续 不停问人家的名字 我问过你很多次了 看了记者证吗 又继续问你干嘛 证明了 证明了情绪是已经完全失控了 是,结果一蹦 那条片差不多就断了 那看完之后 我都很害怕 大家都相信看了 觉得怎么样 先说一下 以前有一套 罗伯迪露的经典电影 叫做Taxi Driver Taxi Driver 他里面不断重复一句 Are you talking to me? 一直问 因为他里面是一个精神病的 兇手 是会做一些暴力的 他分不清现实和幻想 他就一直重复一句 你是不是在跟我说话 有一个妄想症 好像会一直重复同样的一句话 和这位陈议员都很相似 哎呀,很恐怖 陈议员 相信他的精神问题 都是非常绷紧 快就没有公开了 加上没有收入了 另外他所谓的律师的工作 好像都是没有单开的 长期没有单开的 哈哈哈哈 人到中年就没有男友 哦,这个也是其中一个 另一个女士的 跟年纪就到 他以前说过 有民主我才嫁 哦,那就慢慢等了 他的民主标准定得很高 那问题是 现在香港没有民主也有 所以 有直选 是的,有直选 怎会没有民主呢 他也是直选进去而已 对吧 没错 老实说 现在这件事就是 他们以前那些 记不记得吗 那些 黄梅 读过那些最喜欢是这样 拍别人的丑态 跟他意识人太不一样的人 就是这样 就是 又是这样故意 但是我不觉得这位记者 是故意激怒人 只不过问个很普通问题 但是以前 读过那些很尖语 常常说 你怎么 就是 用尽最尖酸刻薄 和最人身攻击的问题 来说你 那现在没有 那为什么他都发疯了 是啊 举个例子 譬如说 很害人认 我见过有一条片 就是说 有个女孩 不知道接到一套戏 接到一套戏做女主角 但是其实是上一首女主角 不做才什么 那他说 那结果那个记者走去问他 你需不需要多谢他啊 上一首那个说一些这样的说话 就是用这些很挑衅性的东西 想看人 很害人的争论他一遍 这个是读过程日做的方法 但是其实大家看到这个记者 是问得很简单的 你究竟会不会申请 你会就会 不会就不会 那后到这条片到最后 就是在一个 就是在一个 去到那个电梯那里 他问他 到底你们会不会申请这些 这一万元再放入黄色经济圈呢 那陈淑庄就说 我们在聊天啊 你看不见的吗 到这些门开了 就跟一样学乔 因为他那天跟一样学乔 站在一起 走进升降機 就没有那件事 这样的 那结果他 就是 大家可以看到他 其实是情绪 是沙控得很紧要 是啊 那他们的这个友好啊 记协有没有出声 谴责这位陈议员呢 那当然是绝对没有 是啊 阻止别人访问哦 是啊 访问哦 防外相问自由 很喜欢这样说的 这班人 是啊 那陈淑庄 那他 那他 他 就是 那个记者 后来就出了的 就说 陈淑庄是 非常之野蠻 粗暴的行径 说他 公目视 新闻自由 就是 当然 是会被人罵的 是啊 那陈淑庄是 后来竟然在那里发新闻哦 怎么样 他自己说 我今天呢 就被个自称记者的人 追访那时候 那什么自称啊 沒有記者證怎麼能進去立法會 你說什麼呀? 翻手看對方證件一事感到抱歉 只是當時一心求證各位人士的身份 絕對無以防愛新聞自有 這樣說 啊 給他這麼鬥 他夠快嘛 老實說 他自己本身始終是大壯 喂 可能有人不知道會不會有記協的人 有人投訴啊 喂 懂得做啦 認低位啦 那在Facebook出個PACE就可以了 發個新聞稿 哈哈哈哈 當我們在這裡提出的時候 這些人是很聰明的 因為身邊大壯多嘛 不過他們永遠都雙重標準 就這樣看 是不是呢? 這個從來都是的啦 雙重標準對他們來說 當作吃生菜的 反正總之你不要問我 那些比較親建制的記者 總之不要來問我 或者問一些無聊的事情 我不會回答你的 但是最後呢 最後就是罵完記者一大輪之後 就寫了一封信出來 寫了一封聲明 就說我們不是專門的 不是防愛新聞之外 是他不對的 就是抵賴啦 說到尾就是抵賴 那其實很多 這個八婆啊 就是不用 這個八婆也還有幾個月做的 就快來選舉啦 九月的選舉啦 現在都快來七月啦 是不是? 給他 值得多點訪問他 其他同行記者 我覺得 多點問一下他 沒問題的 因為他就快沒得了 沒得了之後 你問他也多餘 應該要不停地訪問他 就是 尤其是這個人 是的 就是等他 應該這麼說 喂 剛才你說的例子很假的 你補德都知有什麼感受 會不會有好感受 會不會不開心 會不會什麼 會不會嫁人 會不會做回律師 會不會有男朋友 會不會有男朋友 會不會有 尤其是陳淑莊這個人 是非 就是 大家可以見到他的 他的言行其實是很 他是很喜歡特權的人 是 是 他是很享受這種特權的人 大家看看他限聚令 限聚令那時候 他失去限聚令這件事 他應該要收告票 應該收了 我幾億鐘 他那一句就說 我是議員 來這裡開會 他認為自己有議員 可以大了 所以 他其實可能在那一刻 是崩潰了 將來怎麼辦呢 我工作沒有了 哎呀 現在 就是 前路 茫茫 明明如果我繼續 如果沒有這個官司 我可以連任硬 可以 用我的專業演員身份 演好這個 空神惡殺的女議員的角色 現在又不能 東攻西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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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攻西攻西攻 東攻西攻西攻就是王碧雲 東攻西攻就是王碧雲 哇 不是吧 可能 可能 皇帝是幫生的 嘩 笑得很恩仇 看見這段片 可以看到其實泛民那幫傢伙 老實說 平時你們用毒果 整人都整得多 現在有另一個記者 問一下你兩句 你就起了槓這樣 露出你真身 你以為你真是熟女嗎 對 你看看楊岳橋那個樣子 人家問他那時候 哇 他走路的姿勢已經可以知道 很熟 那種熟 就是成熟 那種熟 其實是 你可以很大方地答來一句半句 即使他不是你喜歡 很容易的媒體 你都是要大方地問他 是不是 你是哪位傳媒的 你是這個的 好啊 我問一下你 我回答你 其實他們現在所做的事是學大統領的 哇 你是這個傳媒嗎 即是你是假新聞 你是假新聞 你是假新聞 是不是 你想砌我生豬肉 沒那麼容易 即刻降起了 哇 我相信現在看到 是說 立場新聞 哇 即刻軟了 整條腸 欸 你這條腸很好香啊 這樣 上來喝 上來喝 喝一杯茶 入個包 是吧 有公仔麵 我學王之鋒 我沒有那麼便宜 你吃個蛋糕 寫好一點 拍我的照片 更漂亮一點 是吧 如果問你那個 但是一見到是敵對傳媒 即是說衰些 這個好學不學 嗯 以前 以前 巫婆接受訪問的時候 臨走的時候 問了人家這個傳媒 竟然大喝一聲拍桌 又是TVB 是啊 哇 那種凶神惡殺 又是 哇 你看看這些人 那些嘴臉 不知所謂 完全不知所謂 真是 即現在 他們就說到自己是很正義如何如何 新聞自由如何如何 其實 他們在他們眼中是沒有這回事 根本是沒有新聞自由 這回事 只不過是暫時我需要用新聞自由 我就拿來用 現在不需要 你對我不要用新聞自由 你對他 即是對其他人 就最好多些新聞自由 就這樣 即是彈出彈入 又是這樣 即是立場的飄忽 立場 簡直是他的尺 量不到自己 但是就拿來 只是拿來量量別人的 不過沒有啦 不過其實這傢伙 還有兩三個月而已 大家都是忍耐一下 快要走的了 而且今屆他沒得選 連內都沒得選 真是大哥 我不想再聽到他突然間 雖然是會靜很多的了 對於喜歡熱鬧的人 但是那些壞人都是走好的 尤其是這些 我不知道他的Plan B會哪個頂上 都不行的了 算了 可能到時站在旁邊 站在旁邊 待別人 你不用叫我 我叫 然後那些人就請他做助理 你都要做重要的叫 放過我們 做助理都要幫他叫 那好吧 那這一節就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